朱元长先是问斩严官,事后又杀尽行刑人员,预掩盖什么? 御史是中国古代一种官名,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有设有这个,官职是负责记录的使官,秘书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大秦王朝以后,设置的御史大夫职能,转变了主管弹劾,纠察官员过失这一类事情红55年1382年名朝社督察院长官为主。 又兜御史下设复兜御史,迁兜御史,又依时三道。 分设监察御史寻暗周线专事官吏的考察,举和阴御史主要职责是延代行孤右俗称盐管,御史盐官多为具有功名的读书人,一采、学、识、大、盐等五个方面来履行本职工作朝廷中的百官,对御史都小心戒备甚至皇帝有,师对他们也有所顾忌,皇帝虽是九五十尊,但滥杀盐官, 究竟有失明之名声。 但也有忍不住的时候,明太祖朱元璋就摊上这么一回明洪武年间御史王嫖,为人十分耿介敢于之见,曾多次与太祖朱元璋,当面因为一件事而争得脸红薄, 思粗终于有一次朱元璋,再也忍不住了大怒下指立即处长王嫖法王,嫖拉下去以后就等五十三刻,要开刀跟染人拉走以后太祖的计已经消了一半。 脑子一冷静又适应赦免了王嫖,当执行官将王嫖押回朝堂以后太祖问,你知错了没有以后改不改王嫖回答,陛下任命臣为御史官,我应尽职责,怎么可以拿死来吓唬臣让臣受这样的羞? 主陛下若认为臣有罪,那就没必要赦免,若认为臣无罪又为何要杀臣,我今天只盼望早早赴死一句话,给朱元璋气得倒养。 心想见过倔的,也没见过,你这么倔的,于是再次下令推出五门斩首王嫖,复刑场途中路过国使馆,向里头的人大声喊道, 学生刘三吾,你仔细听好了,请在史书上记上一笔,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嫖,到了刑场王嫖坐施一手,遂赴死兼长官,回来复命朱元璋侧然,这个侧然用得好,问王嫖临死前说了什么?